早上知道会有这一天 全世界各国央行发现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现在扛不住只好赶紧升息或收资金吗 来请看到底是哪七国七大央行 分别是美国 加拿大 欧洲 韩国 挪威 英国 还有包括了纽西兰 美国到底是靠在哪呢 你看财长叶伦直接说 就在领主会开会前夕 他抛出了升息说 如果没有通膨压力在升什么息呢 他明讲今年很有可能通膨率会升到3% 领主会的警戒线通膨率可是2% 期展请上来 所以七个国家如果开始由割转英 英的意思就是收紧资金 钱变少了货币就会升值 您看加币挪威币 还有包括了欧元 纽币 英镑 韩元 全部都升值创新高 反正美元是走贬的 不知道您怎么去看待现在大家割转英 对 确实我们跟大家聊了好久的通膨 真的是来了 所以这个政策方言要调整 鸽派之前就撒钱救经济 不管你通膨怎么样 反正我们要经济好起来就业最重要 那鹰派不一样了 我告诉你通膨来了 过度的通膨会让人民的购买力下降 所以我们要把通膨压下去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抓这七大国来看 第一个美国 其实美国的最新的CPI年增率 4.2%是非常高的 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过 其实从今年以来的数据 就是要不是有疫情早就该升息了 所以联准会目前呢 早在4月他就已经 这会议就已经暗示了 我们可能接下来再几次会议 讨论缩减QE 但是呢他也怕很快的 要缩减QE 大家会吓一跳 如果经济崩溃怎么办 所以他们只能暗示的 巧巧的说 但最近有个动作很重要 他们在市场上稍微出售了一些 过去买的公司债 大概一百多亿美元 大家会觉得 就是再测试一下 如果在市场上开始 撒出一些债券 把资金收回来 市场的影响有多大 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做了 第二个呢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CPI年增率 最新的数据是3.4% 那他们早在两个月前 就已经宣布了 他们要开始 缩减人耗宽松的规模 他们是成熟市场开第一枪的 所以加币最近的表现非常强势 那接下来呢 还有北欧国家挪威 挪威原本也是零利率的 可是最近发现通膨起来咯 那表态今年会有升息的机会 所以也就是相对于美国 加拿大都只是在回收 慢慢的缩减量宽松 他已经直接要升息 把资金收回来了 是给钱给的少 跟直接收资金的差异 挪威这边是明确的转向 好我标注不要清掉 我打信号就是 现在没有什么国家敢说 我马上升息 可是升息是关键字 挪威表态 不要清再来 好接下来是韩国 韩国最近通膨也起来了 而且他们调高了 今年经济成长的预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也表态说 过去在这一年来的 超宽松货币政策 530QE 他们准备要退场 那这个也是把水龙头 关小一点点 那欧元区刚好 明天晚上就有利率会议了 那欧元区的最新的CPI 达到2% 目前的看法是 它可能会降低购债的速度 就是每个月买 他们现在买债的速度 放慢一点点 然后过去 在大概三个月前没多久 他们才因为美国的债券殖利率上来 带动了欧洲各国的债券殖利率上来 所以他们要加快购债 最近又觉得通膨真的来了 所以要放慢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市场的转折 只为美国欧洲 就给钱的市场都有变化 然后还有 大家很关注的商品货币中的纽西兰 那纽西兰呢 它的通膨其实没那么高 这1.5还可以接受 所以它在上一次 5月底的利益会议里面 它的表态是持续观察经济的变化 来去做调整 所以它转向输入没那么快 只是预告一下 好好预告一下 但是呢 另一个 在整个这个商品货币当中 南非 他们就已经讲 可能今年年底就会升息 那接下来英国 英国通膨也不太高 而且还有什么脱欧的一些冲击 那目前的做法是 他们已经开始降低 紧急购债的规模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像欧元区 他们是因为看到美国的这个利率 已经抬高了 所以他们要加快购债速度 那在英国方面呢 它也提供了一个月 四五十亿的紧急购债 它也把它减少 所以呢 其实都是在慢慢调整 慢慢转向当中 这上的表格 重点一 如果大家统一指标 用联准会的通膨率 百分之二的警戒线来看 那么欧元区以上的国家 已经来到了通膨警戒线了 重点一 重点二 这些呢 全部都是割转阴的所有证明 重点三 不要以为升息不可能 已经有先进国家在开枪了 所以除了他们的动作 跟他们的言下之意之外 我告诉你油价金价也在说话 对 没错 最重要的通膨的重点就是 在油价上来的时候 它会带动各个石化产品 还有能源需求 你知道像最近 大家就算没有出门 你也要叫物流 叫外送什么 他们要不要用到油 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需求是很大的 所以要有一件事 油价涨一定是万物其扬 一定的 过去的今天都是这样 那以油价的走势来说 目前正挑战 纽约建油正挑战站稳 70美元大关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K线 其实你可以观察到 我们就算只从三月份的低点 57.25到新天的高点 70.6 其实涨幅就已经来到24% 纽约原油70 每桶70块 期展交过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多头上升轨道 而且布兰卡已经73了观众朋友 7字头早就已经是正稳了 对 没错 所以在持续篡高的情况下 预期未来还是持续往上走的机率是比较大的 那我又要给答案 如果以纽油来看 是 不好意思 到12月份 会不会见到这个字头 我认为有机会 主持人的好处就在这 数字水我写 这样知道吗 好 开始 油 有机会 再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通膨压力是增高的 第二个是黄金 因为黄金有抗通膨的题材 所以最近表现是不错 问题是能不能续涨 那我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因为事实上近期美国长天期国债 我们以这个十年期来看好了 它大概都是在1.5到1.7%之间震荡 可是通膨 我们刚刚看的年帧率是4.2% 所以表示实际上的利率是负的 那实质利率是负的情况下 其实金价就是一个很大的发挥空间 对 因为黄金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升利息 那这个时候实际利息是负的 最近来永入黄金去做价差 把这个东西的利息的损失把它填满起来 也就是我赚再多钱都没有用 我买十年期公债 赚到的利息只有百分之一 算高了1.7%好了 我1.7%赚到的是买债的洗油 扣掉通膨率是4% 这么一扣4减1.7% 答案是负的2.3% 这就是奇产口中的实负负利率 我投资什么都被通膨给吃掉 所以我当然就买最保值的避险的黄金 黄金的走势看一下 对那金甲之前在1.676 1.677这边落底之后 是不是底部冲上来 底部垫高 那近期呢 刚好在1900上一家震荡 那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关键 如果能站稳1900 就可以往前波的高点 今年的高点 时间拉长 把时间拉长一点就可以看得到 在这一块 先抓这一块 22075那个还太久 大概1960 这一块先挑战震上去之后 就打开了往2000的路 你看黄金真的被奇产讲中了 底行出来 走多头 关卡仅限过了 就可以上看 每盎司2000美元以上了 这就是通膨的压力所在 再来 是 那可是这个时候有个问题 我们刚刚检查了这个成熟市场 但是成熟市场 因为经济还没有那么稳固 所以暂时不太可能马上升息 除了刚刚转的这个挪威以外 但是新兴市场的升息压力就比较大了 但不过新兴市场比较麻烦的点就是因为呢 他们既要兼顾疫情又要抗通膨 所以他们升息起来像是土耳其 就因为他们升息了 结果这个土耳其的银行就被总统骂 所以被撤坏 所以呢巴西跟南非呢 他们预期接下来应该还有升息机会 那也可以推动南非币跟巴西币走洋 但是但是要留意一下政治风险 然后大家留意 所以有机会提早升息 那这个时候大家有个问题了 那台湾呢 对啊台湾 我们因为疫情升旺了 这次的央行是史上第一次 用视讯会议开礼监视会议 对 那台湾我的看法是 如果没有疫情冲击 其实是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今年GDP 有望来到5%以上啊 那出口那么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还不升息 什么时候升息 而且今天早上公布了 台湾的CPI来到2.48 昨天公布了 其实是蛮高的水准啊 创新高耶 是 所以但是因为有疫情嘛 所以我认为现在很难 好 那这一照你的研判 是 央行杨总裁 应该这一次是不会升息 不会应该不会 因为疫情严重嘛 台湾的通膨 会不会比想象当中来的 更加的严厉呢 冲击有多大呢 我明天来探究哦 这个主题就像连续剧一样 今天交给旗展看国际 明天看台湾的通膨 再往下走来看结论 那怎么办呢 会是 好 那我们来讲几个重要的货币 第一个美元 那我们讲的这个是美元指数 等一下用台币来讲 后续的走势 美元指数呢 目前低档整理 那这边有个重要观点 短线要站回90.7之上 才算是脱离破底危机 不然都是弱势整理 美元马上来看一下 90.7在哪 是 90.7在这 你可以发现 它是不是正当正当 那如果这边是第一个底 那这边什么 冲高了 就表示底部慢 垫高有过高 才算是脱离的破底危机 提醒您 旗展的90.7 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因为本来以为黄金交叉 要走多头了 现在在50附近死亡交叉 所以会不会又再回美元指数 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是加币 我们刚刚讲 加币加拿大已经开始 收减了这个量要宽松 所以其实已经冲到 近六年高点了 那只是因为加拿大 因为它打响了第一枪 所以资金先流进去 可是怕担忧到经济影响 所以目前走是一个缓升值 而不是强升值 第二个来看到欧元 欧元日线出现一些 头部的形态 所以它稍微压回的卖压 那这边要记得 守住1.2到1.21之后 那其实还是有利于走升的 第三个来看英镑 英镑其实也很强 冲到近三年高点 那英镑它走的是一个高档震荡 只是目前看起来 比较多利空在英国 你除了这个 最近他们打了很多疫苗 可是这个确认人数 好像控制不太好 不像美国这样控制好 所以它能不能如期解封 是一个小问题 那第三个是纽西兰币 纽币 纽币走一个横盘整理 虽然它是商品货币 可是因为它没有办法马上升息 所以目前还没有明显转强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纽币的 你可以保守一下 等它确实转强 或者开始升息的再去买 那台币非常重要 短线最强的地方 来到27.5 我们都有看到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有一些央行开始 调节的动作出现 那虽然最近股市表现也不错 但是目前的这个区间 我认为还没有马上突破机会 所以我们先抓27.5到28.1的区间来整理 那想要趁台币强低肩美元 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不要买太多 因为还没有真的明确见底 所以27.5升过 升势转强 28扁破 扁势加温 就是这样 我们台币瞄一下 让旗展画一画 那其实刚才发现 这个趋势明显是往下 但是你会发现 这边在5月的时候 这边最高的就是28.1 那所以目前没有破 我们就先抓这个区间 等于有破了 才是我们刚刚说的 转弱的时机点 好 感谢旗展 讲得超级精彩 谢谢您了 开始来整理一下最后一张 快速帮大家扫描旗展的结论 提醒您 欧元 英镑 纽币 这是一组 因为他们都是 一欧元 一英镑 一纽币 兑换多少美元 这样子是走升 这样子走扁的 另外加币是不一样 美元在前面兑换多少加币 所以这样子是走升 所以欧元 一英镑 纽币来开始看了 欧元您看走升 英镑部分一样也走强 纽币部分这样来看 也是多头格局走升的方向 但加币呢 加币这样子是升的 果然如旗展所说 再整理一下今天呢 要不齐展带还不知道 七国央行遭就严正以待了 发现了通膨压力 比想象当中来得更加严重 所以呢 极度宽松的歌 转成要收资金的音 各自有所动作 只因为通膨压力都超过了 林准会的百分之二的警戒线 因此呢 转英之后通膨压力大 难道只有央行动作吗 油价金价已经在座说话了 纽约原油布兰特原油 全部都占上了七字头 没懂其实是块钱以上 刚刚提展我还问他了 到了年底会不会油价来到了八字头 说嗯有可能 金价部分呢现在也涨起来了 因为呢十字负利率 我买金是最保险的了 金又不会越升越多 所以请注意 油价正在告诉您 通膨比想象当中来得更加的严重 因此我们就要盯着看咯 这些重要的货币 它的走势都不再赘述了 因为刚刚提展都讲得很清楚 以上结论提展正确吗 一百分 谢谢您 接下来我也希望能够一百分 但现在不是 怕从一百一直被扣分 因为疫情升温之下 就怕中小企业 有些企业撑不住 企业撑不住 跟银行的贷款付不出来 违约倒债 到最后拖累的就是银行端 所以国际信品机构 信品公司 标普跟惠誉评估了 疫情冲击下 我们台湾的银行业界 影响程度 书方姐说明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